大家好,我是你們的Ruby 為大家新年快樂呀 本水瓶座呢,馬上就要過生日了 想想剛好可以借著這個機會來交給大家一個新年 參加各種活動、Party都特別適合的一個妝容 如果你對我這個妝容感興趣的話就直接往下看吧 首先到了秋冬天,妝前的保濕一定要做好 我最近呢,會在底妝之前用一點帶油類的精華 這樣後續一整天才不會覺得爬乾 今天妝容的重點就是我們的底妝啦 到了秋冬天參加活動,底妝真的是一個關鍵點 因為有的姐妹不管你眼妝或者口紅化的再精緻 底妝只要看著不乾淨或者有卡粉的感覺 整體妝容的精緻真的會大打折扣 今天我的底妝呢,用到的是Kiko的這個防曬粉餅 Kiko的這個防曬粉餅去年真的已經超級超級火了 它的那個銀色的包裝我感覺真的是全網的博主,人手必備的一個 所以看到這個虎眠限定款我也趕緊入手了 這個紅色的殼子真的很有新年的感覺 它的這個設計是上面是一層粉撲,然後下面就是粉餅 這種分離式的設計還蠻乾淨衛生的 你們可以看到它裡面這個老虎 拉近一點給大家看 你們看裡面這個老虎的浮雕是不是超級的精緻 真的很有新年的感覺 它這個呢是一個乾濕兩用的粉餅 直接當作我們的粉底來使用了 比起氣墊來說它更加遮瑕 而且也是啞光的妝效 而且它也是自帶防曬值SPF25的 相當於你不管是在上妝還是補妝的時候 其實你都是在塗防曬 所以也很適合上班上學 也趕著出門的時候來使用 給大家看一下它這個粉 這個粉真的摸的超細 真的好細好細這個粉 完全不輸給我用過的很多大牌 我覺得它甚至比我用過的很多大牌的粉餅 的粉要更細膩一點 而且據說Kiko這個品牌 是義大利米蘭時裝周合作的彩妝品牌 像我之前也有用過他們家的唇釉嘛 所以真的是非常專業的一個彩妝老品牌了 這次的限定新款呢 在粉撲上也有升級 比之前的真的好用太多了 它現在這個粉撲 這一面是海綿的 這一面是植蓉的 就正好適合我們來乾濕兩用 今天呢我就直接濕用來給大家展示一下它的妝下巴 我已經把它打濕了 一定要把它的水給擰乾 我就先上我的右半邊臉 來給大家展示一下它的一個對比的效果 如果是濕用的話就要用海綿的這一邊 然後這樣一點一點的占取上臉 我先簡簡單單的上了一層 你們看一下這個左右臉的對比 我淚溝什麼的都還沒有遮 你們看用Kiko的粉餅上完的這邊 真的是一個非常自然的雅光霧面的妝效 而且是不是完全不會覺得它很厚 真的就是一個非常自然的妝效 我覺得Kiko這個粉餅就是不會給人一種很廉價的粉感 就是完全是一種很自然的裸妝感 就好像你天生就是好皮膚的感覺 是不是真的還是蠻明顯的 這半邊臉就會有一點油光啊什麼的 但是這邊真的就是非常自然 好了好了 這半邊臉太扯了 那我們把這半邊臉也給上上吧 我把這半邊臉也上好了 你們看是不是有一種天生皮膚就很好的感覺 大家如果覺得這種遮瑕力不夠的話 就可以把它拿來當定妝來用 但是我覺得直接把它當粉底來用的話很方便 而且它這個粉裡面是含有石榴萃取物和蟲草精萃的 所以也是一款養膚的底妝產品 容易長痘的姐妹們也不用擔心 總之我覺得它真的是一款很適合我們懶人的粉底 它可以當底妝可以當防曬 可以當定妝還可以帶出門來補妝 關鍵是這個新款的限定虎年殼真的非常的適合新年 所以我覺得新年不管是你買來送給自己 還是送給姐妹親戚朋友 我覺得都是很適合的一款粉底 好了那就讓我們進行到其他的部分吧 今天這個party妝呢 其實想化成那種第一眼美女的妝容 所以大概會強調一架眉眼和嘴 其他的大概會淡化一點 修容呢會主要強調一下這個三角區 然後會先給眼皮打一個底 眉毛呢也是順著自己的眉型 把它填滿就可以了 還是我們一直強調的毛流感 然後呢會用一個這個透明的染眉膏 把眉峰給竖起來 而且這種透明的染眉膏也有定型的作用 然後今天眼影呢也是用PICO的這盤 這一盤是01號 是一個九宮格 這一盤小小的 先用一個這個來打底 然後呢會用一下這個稍微深一點的 然後呢會用一下這個稍微深一點的 眼皮也用這個金閃閃的 眼頭呢用這個給它淺一點的 順著給它拉出來 然後眼角 內眼線 刷一層打底 這個打底真的是太好用了 每用一次都要感嘆一下 每用一次都要感嘆一下 開紅會用A4裡面這一個 像一個SIM色的這種 斜著掃一點 今天妝容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會用到一個顏色比較重的一個 口紅今天用的是3G1的這個 今天這口紅一定要畫得飽滿一點 今天妝容大概就是這樣了 然後我去換個頭髮 I need your love me 說親話給我聽 I need your touch me Kiss me forever love me 愛的都是你 今天的新年生日派對妝容就是這樣啦 希望大家新的一年 露露心想事成 我們下期再見啦 掰掰 我們下期再見